男人装扮成小丑模样,随后一拳一拐地走到马路中央,司机见状赶紧刹车,可明明没碰到。 小丑却假装受伤倒在地上,两人急忙下车查看,小丑却说自己遭遇了抢劫。 见小丑无法动弹,两名探员热心地将他扶起来,让他在车上休息。 俩人准备去帮他抓住劫匪,可探员刚离开,小丑却露出诡异的微笑。 原来这一切都是他计划好的,不仅嘲笑探员实在太笨,于是快速来到车后,打开了后备箱,发现里面大量的钞票,随后全都装进口袋里,并给他们留下一张纸条。 小丑瞬间成为有钱人,不禁开心地跳起广场舞,另一边两人跑了很远,并没有发现异常。 这时才感觉到不对劲,立马往回跑,果然后备箱里的现金不见了。 随后发现小丑留下的字条,两人竟被小丑给耍得团团转,气得头都要炸了,势必要找到小丑将他绳之以法。 很快两人回到办公室,把有关小丑的线索全都列出来,竟发现最近发生的几起抢劫案都跟小丑有关系。 但总能被他轻松逃脱,这时收到一条紧急消息,说小丑正在抢银行,他让人质全都跪在地上,跪远把钞票装进口袋里,拿到钞票,他肆无忌惮地放声大笑。 然而就在这时,探长突然出现在身后,小丑却十分淡定,慢慢放下手中的武器。 上级让安娜看住小丑,自己去查看人质,谁知小丑趁机放出烟雾弹,安娜被呛得剧烈咳嗽。 小丑见状撒腿就跑,男人发现后,简直气炸了,斥责同事连个人都看不住。 无比嚣张的小丑竟对警车挥手,还嘲笑他们的无能,随后领导把安娜叫到了办公室,居然说他被解雇了。 尽管女人不断地解释,却没有任何作用,还是将小丑逃脱的过错算在他头上。 没有办法安娜只能交出徽章,无奈离开,本以为事情已经结束,谁知小丑又来到一家超市。 威胁店长举起手来,让人没想到的是,店长一眼认出他就是在逃小丑,女人直接说认识他。 小丑瞬间慌了,赶紧就想逃跑,可还是被身手敏捷的安娜按在墙上,小丑恳求放过自己。 然而女人还是打电话,及时向上级汇报,小丑瞬间认怂,解释自己也是迫不得已。 原来小丑的母亲得了重病,她所做的一切是为了给母亲看病,并把大部分钱财帮助流浪儿童。 此时女人根本不相信,为了证明她让安娜松开手,随后拿出手机,里面有生病母亲的照片,自己帮助过的可怜孩子们。 看完这一切,让女人动了恻隐之情,教育男人即使这样也不能抢劫。 小丑说自己实在没有其他办法,女人决定给她一个机会,说我今天可以放了你,但你要及时改正,并让我知道你在做什么。 男人无比感激,急忙离开这里,很快警长赶来,忙问小丑在哪里。 女人谎称,刚才看错了,警长只能愤怒地离去。 可过去了几个月,一直没有小丑的踪迹,正在女人为此担心时,这时警长走进来递给她一封信,然后说这个案子已经结了。 奇怪的是,小丑竟然人间蒸发了,接着欢迎安娜回来,随后拿出徽章还给了她,等警长离开。 安娜才打开那封信,原来是小丑写来的,在消失的这段时间,她一直在工地里搬砖,并得到老板的赏识,获得不菲的劳动报酬,而母亲也已经恢复健康,非常感谢女人让她获得重生。 小男孩装扮成天使,专门欺骗路人,女人觉得天使应该很灵验,于是虔诚地把所有金币扔进水池里,这一幕被坏人盯上,等女人许完愿望离开这里。 小偷趁四下无人想拿走金币,天使见状直接把圣水扣在她头上,这把小偷气坏了,发现天使是假扮的,便直接威胁道,你的钱也不是正路来的,还向路人出售虚假的幻想。 这也是在犯罪,而天使只想拿回自己的硬币,可小偷并不惯着她,并扬言马上找警察来收拾她,见小偷大声呼喊警察,假扮天使的男孩瞬间认怂,请求她不要找警察,可小偷不依不饶仍然坚持,没办法天使拿走剩下的金币,跑到最近的药店,要买单子上的药,老板看过处方后说,这药太贵了。 等老板拿来所有药品需要250元,她把所有的纸币,以及一块一块的硬币,全都递过去,还是不够。 老板看男孩挺可怜的,便决定相信他一次,小偷时拿到要开心坏了,感谢完老板一蹦一跳地离开,让人想不到的是,他来到一户人家把药放在门口,敲完门后便快速躲了起来,开门的女人打开塑料袋发现,正是他而言。 儿子需要的药,他还以为是天使显灵了,正当男孩感到欣慰时,突然。 男孩连忙解释自己是无辜的,小偷却说自己亲眼看见他骗人,这时女人听到吵闹声,赶紧出来查看发生了什么。 却想起今天早上,在路过天使雕像时,便许愿让上帝邦邦可怜的儿子,儿子得了重病却没钱买药,再不治疗孩子将会有生命危险。 没想到这些话,都被一旁假扮天使的男孩听到。 得知女人家境十分困难后,小男孩才花光所有积蓄,为他的儿子买药,一切真相大白,小偷则无话可说,与此同时屋里突然出现一个天使。 说完便消失不见了,神奇的是,男孩竟然瞬间康复,而床上还有一袋子钞票。 男孩兴奋地找到母亲,女人也激动地双腿跪地,简直不敢相信眼前发生的奇迹,只有互相帮助才会真正感受到快乐。 于是,他把花不完的钞票分给每个人,就连小偷也有。 随后女人买来一大袋子食物,分给吃不上饭的邻居,所以说只要人人都献出一份爱,世界将会变得更美好。 女人正在洗碗,他只跟孩子说马上开饭,再回头一看,我的天哪饭碗居然不见了,还没等他反应过来。 诡异的是,身后的茶杯冒出黑烟,厨房也像刚被火烧过一样。 更诡异的是,六岁大的孩子也没了,这时他听到婴儿的啼哭声,只看见一个小婴儿在床上。 女人也管不了那么多,抱起小婴儿,赶紧跑出房间,转身看向烧毁的房子。 突然一道彩光闪过,他怀间一沉,宝贝女儿又回来了。 另一边,几个年轻人正在开车,突然一声鸣笛,前方出现诡异的东方列车,几人下车查看,我的天啊。 火车竟然随着绿光快速慢慢地消失,两件事之间有什么联系吗? 一年后,警察火速赶来,对火灾现场进行了勘查,房子看起来像被大水烧过,但却一点水星都没有。 而女孩当时变成了婴儿,美女却一点事都没有。 经过调查,五年前,这里发生过类似的火灾,难道时光倒流了? 陈豪准备去火车的消失现场,下一秒,他竟然凭空来到了这里,他满脸问但又强装镇定。 正好同事过来,他问我是怎么来的?当然是开飞机啊。 这下陈豪彻底猛了,一愣神又回到了车上,可他刚想说话,谁知又闪现到案发现场。 这时他通过一气发现,原来刚买的旧车已经被严重腐蚀,轻轻地一使劲就戳破个大窟窿,再慢慢一拽,直接掉了下来。 他想把这事告诉同事,一伸手又回到了车上,这让他不得不相信。 时光真的可以倒流,这是一个可怕的罩子,一个小男孩走了进去,可刚到门口,他就觉得不对劲,吓得他说也不会话了。 瞬间凭空消失,就在遥远的一分钟前,男人拉下开关,启动了时间机器。 这时他看到,妻子正在奋笔集书,而他不停地在看时间。 突然不小心刚笔断了,男人好像早有准备一样,马上递过去一根旧的,并焦急地询问,还要多久? 妻子说快了,他写的公式就是破解时间穿越的。 这时他又看了演技时气,只剩下了几秒,男人深情地吻了下妻子,女人随后就消失不见了。 奇怪的是,男人非常淡定。 诡异的是,一个熟悉的身影坐在椅子上,此时的女人眼神呆滞,面对男人递来的咖啡。 害怕地问了俊女是谁,原来女人得了老年痴呆,她为了能让媳妇正常,用公式研究出了时间机器,成功地把女人穿越到五年前,可每次只能维持47分钟。 这时,BBL已经排查到了附近,一个大个子走了进去,下一秒就没了,这让众人蒙了圈。 原来这是一个时间屏障,里外整整差了五年,一般人承受不了这样的时间差。 另一边,隧道发生更可怕的事情,一个时间屏障出现在隧道,隧道五年前是大海,突然大量的海水喷涌而出。 如果不及时关闭时间机,海水将会吞没整个城市。 经过专家的研究,发明了不受时间机影响的装置,陈好穿上这个黑科技,启动装置按钮。 男人把黄金右手伸进时间屏障里,确认了下单身几十年的小手还在。 他眼一闭腿,一蹬进去了,众人紧张坏了。 幸好陈好并没有出事,他大胆地来到屋子里,想到地下室查看,就在这时,突然被男人打晕了过去。 妻子质问男人怎么事,男人也不再隐瞒,把他患上老年痴呆,以及所有事都说了出来,只要破解公事。 穿越的时间就不受限制,他们就可以正常地生活,一年后晨好醒了。 告诉他们,因为时光机,外面发生了多起灾难。 女人得知后,愿意关闭机器,但希望赦免丈夫的罪行,警方立马同意,随后男人依依不舍地。 看着楚楚动人的老婆,无奈地关闭了时间机,女人搜得一下消失不见。 另一边的隧道,也恢复了正常,随后警察没收了设备,可他并不甘心,准备去其他地方重建时光机。 当他翻开笔记本时,彻底傻了眼,原来的公事,都被妻子销毁,只给他留下一句话。 如果还爱我,就和现在的我好好生活,男人为了妻子,哪怕成为一个罪人,而妻子不希望丈夫一错再错,选择放弃了自己,也许这就是00后的爱情。 男人为了赚一个亿,挑战隔着大活人,打出拐弯的子弹,只见他大吼一声,酷痴就是一枪。 我的天啊,子弹绕过黑哥帅气的脸,竟然正中把心,恭喜你一个亿到手了。 可男人觉得,可以赚两个亿,黑哥一脸猛,下一秒,又一颗子弹绕过黑哥的脸,冲着把心飞了过去, 男人觉得来钱太快,黑哥不得不夸奖,他的枪法实在溜,男人还想继续。 他可不管黑哥愿不愿意,直接把脸打两发子弹,真是个神枪手。 此时的男人觉得,马上可以成为世界首富,把自己从少林寺学过的,所有知识全都用了一遍,这才彻底停了手。 你们说这些窟窿也能赚多少,黑哥吓得脸都变黑了,他强装镇定地站起身。 结果,男人这喷嚏打的是时候,这下BBQ了吧,一毛钱都没赚到,所以老话说得好,见好就收,你学费了吗?